冷鏈傳播的血液外包裝 阳性完全可以分離到活病毒 同時這個功能它能測到 阳性率可以達到50% 在負二十度的時候 二十一天還可以看到病毒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傳染的一個線 但是有很多科學問題可以解決 病毒的來源冷鏈 它是包裝的還有裡面的 它是什麼方法 是吸入的還是接觸的 病毒是存活的時間有多長 可以引起的 傳播的外包裝的 濃度是多少才可以穿 你知道嗎 很需要我們去做